25号晚上潘先生和家人朋友总共12个人到萧山香湖的西院跨湖楼吃饭 当时坐在301包厢 10点多大家吃好了 他到一楼结账 潘先生想了想觉得不对劲 让服务员打印了消费单 总共7854块钱 潘先生说消费单上有酒 但他们是自带酒水 再细看发现总共有9样东西是他们没有消费过的 那么我就跟旁边的那个业务经理服务经理说了 我说今天吃菜品是有问题的 我这些东西都不 我们没有的 没有没有点 然后当时这个服务员呢 他说是菜呢 我们是肯定上的 没有错 第一次连续问了他三次 潘先生说 酒楼工作人员坚持认为 消费清单没有问题 他报了警 警察来帮双方调解 后来前台打出了另一份消费清单 总共6777块 拿出了另外一张菜品的清单 这张清单呢 我都看了一下 初步核实一下呢 应该是相对正确 我也没有多大意义 至少就是 相差不是很大的 潘先生说 当时在场的员工 没有解释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等到晚上12点左右 才等来了店里的主要负责人 对方说 退还多收的1000多块钱 再补偿200块钱 潘先生没有接受 退还我的多收的钱 第二个向我们做出道歉 第三个向我们12位同志 做出一定的赔偿 第四个按照消法规定 吸榨消费者行为 赔偿我们三倍的经济损失 潘先生认为 他当时点的菜都比较贵 消费金额高 多算几百块钱不容易察觉 酒楼可能是故意打马虎眼 但酒楼的邵副总经理解释说 那天晚上大厅有座客人 本来是和303包厢一起来的 客人以为同行的人 坐在了301包厢 结账时就说并到了301 这座客人就说 并到301包厢 我们是301的工作人员 就这样 所以导致就说 你们当时去301问了吗 301包厢因为是怎么说呢 所以说我们就是管理 这里的确是我们没弄好 那天是我们的主管 就是说在里面服务的 然后呢 他还是就说电话确认的 马上电话打下来给那个张主管 就说哎张主管 下面怎么有 就说卢州老家这些 就是说好几个菜来啊 就并上来了 他说是就是说301的工作人员 然后我们这个主管呢 因为就说怎么说呢 的确是没有跟客人合适 邵副总经理表示 那天大多数员工都下班了 主要负责人赶到后 短时间内没有来得及解释清楚情况 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存在问题 因为那天晚上呃时间呢 已经有十点多了 他们用餐的客人呢 301报上呢 他们是用完餐以后打牌的 牌打完以后呢 将近就说我们是这班人员 正了八经就说 总值因为我们的总值是不能的嘛 总值是工程部的 所以对于就是说解决这种问题 肯定有问题的 邵副经理提出 多收的1077块钱全部退还 并按多收的三倍进行补偿 并让当晚的工作人员 向潘先生道歉 潘先生还是没有接受 商榜接下来 准备到市场监管部门